我们今天去的是在Burlingame的一家怀石料理 Kaiseki Saruyo Hachi 又是一家夫妻店,主厨是个老爷爷 原来是一家拉面店,改成怀石料理后 每晚只有6点半一次预约,不是很难订的一家 店内装饰干净整洁,一共有5张桌子 我们还是照例先点了一杯梅子酒 一共有10道菜 第一个是先附开胃小菜,黑芝麻豆腐 有核桃,乌尼,wasabi 酱汁就是miso酱 豆腐的话本身没什么味道 miso酱很像甜面酱 上面的瓜味道是甜的 乌尼在miso的覆盖下味道也被盖住了 吃完看了眼自己的牙,还好是白色的 第二道8寸,也是下酒菜 先说右上角,豆腐,sweet fish 上面撒的好像是胡椒 sweet fish是一种只能活一年的鱼 而且只能活在很干净的水里 旁边是admami和一个冻豆腐 它的左边就是一个菠菜和小蘑菇的凉拌菜 下面是安康鱼干配梅子冻 梅子冻不酸,里面还配了一些牛油果 第三道,玉碗 日式高汤 里面的鱼是Japanese snapper 鱼很嫩,很Q弹 有点像很嫩滑的鸡肉 配上松茸,带着一股卷味的香甜 松茸那股淡淡具有浓烈的香味 喝完回味无穷 第四道,造梨 算是一个sashimi的组合 里面有Otoro,Critoro,Glue Fin Tuna,Half Moon Baking Salmon和马袋 Otoro看上去不是很肥,但吃起来口感很顺滑 马袋里面所有的小花配饰都是可以食用的 尤其是那一抹黄色的花泥,很是香甜 接下来是蒸物,一碗茶碗蒸 里面有松茸,海胆,鱼籽 现在应该是松茸的季节 当晚的食材充斥了大量的松茸 松茸香甜的味道,配上温热的茶碗蒸 吃出一种大自然的清香 我当时完全就是葫芦吞藻一般 实在是太好吃了 现在闭上眼睛都还能想象出那一股松茸扑面而来的香味 下一个烧物,Bagoo Beef 据说是美国饲养的日本和牛 黑色颗粒是Miso的粉 酱汁由Blackberry, Blueberry,红酒和Red Miso混合而成 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真的很一般 不是很吃得出是日本和牛的感觉 只能说菊生淮南则为菊,生于淮北则为止 美国的水土养不出好吃的日本和牛 下一道,玉食室,也就是和牛炒饭和Miso Soup 这里的和牛跟上一道里的和牛应该是一曲同工之妙 吃起来倒是不油腻 最后来到它的甜点三部曲 Raspberry和Blueberry的马卡龙 配上一碗抹茶 最后是一些时令水果和Japanese Sweet Potato Ice Cream 这个冰淇淋不是很甜 配上一些水果,味道刚刚好 当晚好像每一桌宾客都有小小庆祝一些节日之类的 每一桌上来都会带着一只小蜡烛 氛围感满满 好了,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啦 下期见,拜拜